那么现在呢 泰国申请加入金砖是首个东南国家 并且表示加入金砖将提高泰国在全球南方的声量 另外中缅的部分 6月18号央视新闻报导 大陆公安部跟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请务执法合作 直接是捣毁了10个位在这个 这边的一个好这个 电炸窝点好吧 这10个据点直接抓获了150名的缅北电炸嫌疑人 请教亮哥 这个我觉得那个普京去访问越南 越南可能也会直接跟普京说他想加入金砖 因为目前传出东南亚就是这两个国家 就是泰国跟越南 泰国是比较令人意外 那越南不意外 越南本来就跟俄罗斯非常好 因为你刚刚在讲说美国在骂他 美国骂个鬼 越南的军购有80%来自俄罗斯 他本来就非常亲俄罗斯的国家 怎么可能跟你美国走呢 还跟你打过仗呢 那马来西亚也表示如果泰国参加他也要评估 所以这是联动的啦 那我认为越南申请的几率也蛮高的 所以这一次啦 事实上大家本来是在看印尼啦 可是印尼是因为刚好换届 就是如果是左科威 那很可能就会申请 可是刚好换成普拉伯欧啊 所以就目前啦 就是很多大决定他一时就做不出来这样 可能先观望一下 对对那我觉得缅甸这个对缅甸跟中国都是好消息啦 就表示他们这个埋伏布局了一阵子 终于找到了啦 找到这个窝点 那就是联手出击嘛 就是这样子啦 那本来这个中国大陆对边境的一些 他就想要扫荡嘛 可是他不方便啦 他又不能直接把军队开进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合作的一个成果啦 对对于大家来讲当然也就是觉得乐观启程很棒 当然是啊 因为这个害到了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所以直接就一口气 当然也本身是做了很多犯罪的行为 是 那么6月15号 雅虎的财经日报报导 现在呢 这个大陆车在涌向墨西哥 美国很担忧啊 现在在墨西哥销售车辆当中 有每10辆 有一辆来自大陆的制造商 Beldjump的全球市场情报公司表示 是今年第一季 在墨西哥的电动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进口额 年增了443.9% 那另外看到是巴菲特减股 是减少持有比亚迪 减少持有134.75万股的比亚迪X股 合计套现了3.11亿港元 那他持股的比例从7.02% 降到6.9% 请教肌大使 这个我看到的讯息啊 就是说不只是中国大陆的车 在墨西哥成长率是4倍啊 大概就是年增率大概443.9% 我看到同样的数字啊 我看到同样的数字也发生在巴西 也发生在智利 那么泰国听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车啊 也在增加的非常的快 那更不要说俄罗斯的汽车市场 那基本上啊 大概已经都快被中国大陆车啊 很少都抢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来讲 还有美国希望欧洲加入的这个 抵制中国大陆车啊 进入世界市场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一大挑战 我觉得市场的规则 跟政治的规则是不一样 市场的规则就是这样 就是两就是三个字嘛 就是性价比 你的性能跟你的价格 是最具竞争力的话 那你在这个市场就会受到欢迎 其实我觉得这个墨西根 中国大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而且相距的十万八千里 那现在能够突然中国的汽车 能够年增加率啊 能够是四倍 百分之四百四十三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车已经到达一个怎么样 到达一个可以在墨西哥这个市场上啊 能够怎么样 赢得墨西哥消费者青睐的一个水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对美国来讲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其实应该讲的就是说 在此时此刻 中国大陆的汽车 事实上在很多市场上 包括欧美市场上 竞争力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会不会永远都具备这个竞争力呢 也未必 你看当时这个日本的车 当时风靡一时的 今天日本的车就往下走了 那么韩国的车 你看过去在台湾很多这个韩国车 现在也好像数量上也少了很多 这就是市场是永远在竞争的 所以你要提到说巴菲特 他为什么要减少这个持股 我想这些投资的大咖 他都有他的 他都有他的这个 也不是说智慧了 还有他足够的判断的这种 他的敏感度 敏感度 那我觉得他也看到了 就是中国大陆的车子 可能现在像比亚迪 现在是一个非常高的高峰 那么未来是不是有高峰 他不一定 可是在目前这个高峰期 这么高的股价上 他等于说他就先怎么样 他就先把一部分股票投资下来 因为市场说实话千变万话 先帮到口袋 那你要知道当时 能够让比亚迪 获得一个重大的外资投资的机会 也是巴菲特 他的这个投资人 他的合伙人看中了比亚迪 所以当时对比亚迪的投资 也是让比亚迪今天能够 发展到这个高峰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市场是这样 就是说永远是竞争的 没有说这个市场永远是谁的 所以可是呢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要政府手段加进去的话 最后害的是谁 最后害的是那个汽车厂 而不是你所要竞争的对手 因为你让你的汽车 就跟美国汽车一样 他都在保护之下 然后能够把市场占住 可是呢 他就是不是靠自己本身的努力 他的性价比就不够 所以美国现在是用百分之百的 这个关税来阻挡中国的汽车 真的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来 就美国那个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个最极盛时期的 那美国人来讲 我想他们一定会觉得 美国人太不争气了 当时美国这么强的国力 他们是在打破别人 对美国产品的保护主义 怎么今天 主客一位 美国要用保护主义 来保护自己的产业 所以这个反映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 美国自己的产业的竞争力 跟他的研发创新能力 已经落后了 所以他才需要政府来保护 可是保护主义就是一个毒药 就是一个什么 麻醉药 他只会让他的产业更弱 不会让他的产业 就突然有一天 就变成有竞争力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动力 维持青春美丽吗 618年中庆 实际盐胶原蛋白生态 买6盒就送5包 每日完胜口含定 买8盒就在加码送 14包梦梦水饮品 绝对能让你满带而归 全场消费满千 就送百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体验吧